國標舞抱有寄往的張正嵐 選擇了跟他個性相符合的 倫巴來挑戰 但老師卻發現了一個 最致命的問題 鄭蘭姐的肢體 其實是非常的優雅跟優美 但是對於國標舞 我們講求的是速度跟力道 所以常常很多動作 鄭蘭姐的手是太溫柔了 那配合不到音樂的拍點 6 7 8 1 2 3 4 5 6 7 8 有點太優雅了 芭蕾的話它是直線的線條 所以它可能出去 它就是這樣一順地出去 可是我們國標是有一個 彎點在支點 因為老師說我沒力 我就在家裡面 每天這樣子練 我想我大概甩了幾十遍吧 已經都甩了快晤時間了 為了改善力道不足的問題 張正嵐就算體力透支 也不敢喊淚 但是不顧身體疲累的下場 就是讓它不小心扭到了腰 也因此練習被迫暫停 好痠 腰 腰很痛 腰很痛 真的扭到了 回家跳個少就好了 天啊 還剩四天 所有動作都亂七八糟 轉天也轉不穩 然後今天終於扭到腰了 希望當天表演的時候 可以好 我一定要加油 堅強的張震嵐 是否能忍痛完成舞序 呈現出浪漫唯美的倫巴 度過觀眾們的心呢 歡迎玉女紅心張震嵐 以及黃志榮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江振兰